哎呀我这个人啊 过去受过苦 现在真降服 这硬邦邦的身子骨 我今年55 谁说75 翻译你不为所化 老梁大哥 你看妹子今儿打的你 贷劲吗 你要是没结婚的话 有没有想我娶我娶我为妻 我都后悔了我结婚早了 哎呀我跟你说老梁大哥 你咋心的都晚了 今儿吧四季给我介绍一个比你好的 马上到位 你要真有那心 你排队 你妈呀 要到边上 我都准备准备 哎 这是兵县的旅馆吗 是啊你住店呢 不住看看 看吧 咱的大宗小房间啥都有 条件卡好了 条件挺好的 啊你开一点不 不开 不开你来干啥呢 不开我来干啥 我来有事呗我来干啥呀 有啥事啊 这涉及到我下半生幸福的事情 找喜妇 找喜妇 你妈呀 是不是四季给我接着人来了 没到点 我先问 大哥 是不是四季 他总来是吗 他总来 咱俩处可好了 那就对了 他说也不是同一次了 好好好 好好好 很好 大哥 坐着吧 嗯 你坐 吃点水果啥对不 坐着啊 嗯 吃 你有冰块儿没 紧张了 这么冷的天吃凉就不好吧 不是 我心热呀 世界来呢 没来呢 我看到了你这是紧张了是不 这事你没弹上 你弹上你都得得瑟 按理说你也是过来的人 不用那么紧张 你就放松就行了 你买一笔说我的心不疼不疼 大哥 你是做啥工作的 我呀 卖花的 卖花 你买的挺挣钱的 挣钱啥用啊 媳妇跑了 媳妇跑了 比我有能力跑了 大哥 跑一跑吧 这类女人你说有啥可留恋 我有那么句话吗 叫就得不去 心里不来嘛 啥心啊 像我这样能整个二手的就不错了 大哥 你这话你就不爱听了 不了解情况你别乱说 我虽然五十多岁 但是我可是嘎嘎心 我这些年嘛就是一心都铺在这宾馆上了 所以个人的事把这都挡住了 反正我这一堆一块都给它摆着呢 这宾馆是我个人的 就按理说就我这条件咱说在这里找个小伙子那是轻飘飘 那那就前两天吧他们给我接了好几个 因为他们都可愿意了 反正我没同意 我行是吧 还少个八大八日 然后呢 好好过日子 踏实的 你怎么说呢 大哥 哎 有人吗 有人有人 住店呢 我问一下这是宾县旅馆吗 是是是住店 不住 不住你来干啥来了 有点事 有事说吧 你快说 你那边有人等我 你啊 我这件事 我认为是关系到我下辈子幸福的事 幸福的事 找个媳妇 找个媳妇 谁样的孩子 四季 四季 你妈呀 你说我这么多年的无人问起 你今天四季一下就给我接了脸 别怪了 四季 四季给我折了 那个 贝老 哎哎哎哎 我问一下谁是这是老板娘的 我啊 是啊 嗯 四季 哎呦 哎呦 四季来吗呢 啊四季马上就到 哎呀对了 你你先坐会儿我给你沉点水去啊 哎 坐 啊 啊 啊 那玩意长的 啊 这挺好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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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你放心这次你就看我的表现老猪一定不留恋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 打电话建议 建议 建议 建面的老爷爷不是你啊 啊 怎么样这事是不是挺时尚的 是挺招一切的 你说 嗯 你说你时尚时毛啊 嗯 你呀 差不少呢 现在当今最时毛的是什么呢 啊 男显高 女显瘦 狗穿衣服 人漏肉 刚才你得闹叫 闹闹你差不少回去了 这玩意别扯这蛋我告诉你 跟我抢女人 撑亏的永远是你我告诉你 啥玩意 说啥呀你跑出来 你说啥呀啥意思我给我找懵了 别跟我抢你抢女人听了 啊 大哥你这么说话不对呢 是吧 我得 我得我得说你两句 一家有女儿百家求 是不是 爱情面前人人平等 你可以竞争 但是你怎么就怎么谁规定就是你的女人 以前四姐给我机会我没把握住 这一次 我绝对不能辜负四姐对我的一片真情 一片情意 我必须我得好好表现 站出来 再也不能对爱情 就对自己 不负责任 是吧 你也不用像我 竞争 那你要这么说话呢 那我也得揍你了 来呗你 是吧 爱情不是讲究决斗的吗 来 动手来 揍我来 跟我拳你了是吧 来呀 我告诉你啊 我跟你说啊 你俩可不能动手啊 你这啥事啊 当你瞅瞅你 就自己的死样子中了 你别这样 你干啥来了 你这干啥呢 动物世界呀 谁赢了这家伙就得跟谁 哪能赢你 你当傻呢 你这 要动手 动手我不怕你 你既然来了就公平竞争 你比一比啥综合数字 我提什么综合数字啊 大妹我跟你说 当时我没来之前吧 我信我对手 多么的强大 我一看一来到 一看是个这么玩意 当时我自信心 马上就爆棚去那 你还爆棚 你这爆炸的把你绷着 老妹子我跟你说 我老猪前半生 这就太 对爱情这方面 多亏了四姐 我必须 我得站出来 将爱情进行到底 三分靠注定 七分靠打拼 爱别啊 阿家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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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爱 不拎凌凌凌凌凌不痛快 我爱你 心爱的姑娘 看见你心就慌张 多么痛个流 你是我的前途 老坦的她跟着一起来 妹妹对面唱着一个 全天地和 我爱你 你是我的独立 干啥念 亲个赛的 财亦展是有啥用的 这有这功夫 你们说一说自己有啥 有是啥的 这个唱啥啥呀 妹子 我的优势 就是跟了我 我要女人有安全感 比如说你在大街上 像小偷把链子 好好笑 别人都撵 我一个筋斗云我就上 你是猴子呀 不让你看出实力 哎呀我的技研 你碰到这种情况 你咋办 这种情况 像这种情况 我根本碰不上 那万一碰上咋办呢 因为啥 我不让我的女人带链子 对不对 那你的女人要是就带链子 你怎么办呢 她要是带链子了 让小偷给驴柔了 我直接不打110 你看 没有 无能的表现 那谁不能打呀 中国是讲法治的 啥法治 你现在没能的就完事了 你要没有这两项别竞争了 你有什么能的 你有什么能的 别别别别别别别 你别这样了 你是有点能的 但她那个做法也不是不对的 你知道不 你这么得消停了 你咱们坐下来 老行不 刚才吧 这轮吧 基本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我总觉得吧 你们对女人 还是不是很了解 其实女人最在意男人是啥 人品 人品 她能跟我 她有能配吗 她跟我能比了吗 你上我屯去 打在哪 我是出了名的刘大善人 外号刘大善 可以这么说 就我们屯 那流浪猫 全是我给我给养的 我们屯子的流浪狗 一到饭点 就上我家门口蹲着 那你是让狗盯了呢 你肯定 你肯定是拿点东西来 要也能那么盯你吗 我告诉你啊 就我家 我养的流浪猫 一天我骑个爹 把我玩那么刺激 他想吃啥 我给做啥 那我跟他比不了 妹子 我们的狗愿意吃啥 我直接扔钱 上超市自己买 大妹子 我跟你说啊 就我养的流浪猫 后来跟狗都结婚了 现在 还受发想 你吹没边 没跟你结婚 你俩 你俩说的越说越悬 你真的爱心是不是越来越过分 谁让我 得了 你这么对吧 我给你俩出一道题 就是你妈和你媳妇 同时掉水里了 先救谁 回答完这问题我就知道你们人平常 那还用问呢 我妈和我媳妇要去掉水里 我必须我跳下去 我把我妈救了 因为我妈养我一回不容易 完了我在跳河跟我媳妇同过一句 情感动人 那你呢 我谁都不救 我直接跳河里一网打尽 那你妈养你这么大不有命 你应该救他呀 那不对呀 我是既舍不得亲人 也舍不得爱人 我跳进去呢 我们啥到那边还是一家人 这么说你也挺孝敬 就把我妈救活了 我跟我媳妇到那边你说生完孩子 你没人看吗 我妈就要你 你妈都啥时候 你还想到谁给你看上孩子 你真有意思 就像有用的 现在吧 到这程度的基本结果 我也有数了 这么的 最后 你们俩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然后谈一谈对爱情理解和期望 行不 大魏子 我对爱情的理解和期望倒是没啥 但是我这前半生啊 竟跟猪宅一块过来 我养猪的 我就看着那猪一窝一窝的往处生 我多希望我身边能有个女的 你理解那种心情吗 太孤独了 我单身这么多年我太理解了 说的就是 是 我对 爸 老朱 四姐 咋样呢 四姐你这才来你上哪去了 咋样呢 你整啥事 这是整的 咋去了 要多个人呢 你看看去 一马呀 你我跟着你 拐哪去了 你干啥来了 我干啥了 我过来我提前我帮你把瓦锅 有你啥事你搞啥锅呢 你说说 你哪闹笑 你真要找人啊你呀 啊 怎么了 你说我怎么说你好呢 你说你这眼睛 说吧 我想说你几句话 人生就像一场戏 因为有缘宅才相聚 相浮到老不容易 半路不要扯别的 要 要找你找一个好样的 我没想想你干一个养出五月 你个熊样你吃醋了 自己 谁的事 我家你姐夫尿糟的 那不吃醋了吗 你妈呀 姐夫啊 哎呀你这扯不扯 我心你一下子我贴上了鸭面 妈呀误会了 你个想的 看美国老头还能给你接受啊 这是我老猪的不 这猪是给她的呢 这猪给她的 哎老猪给她接受的啊 走吧咱俩回家没有咱俩事呢 那我得说 大妹啊 这老猪还行啊这人呢 快走快走 但是你老猪你放开啊 哎 咱俩回家的没有咱俩 你说哪 你干的 你干的 来 来 来